我們想用Sketchup教大家畫一道門 首先我們選擇正方形工具 畫一個門的 Surface 然後我們可以選擇Offset的工具 留意如果我就選擇Offset的工具 只能夠將這個長方形 四邊Offset 我們不是想這樣的 我們要選擇 這三條邊 選擇Offset工具 將它向來 Offset 好了 如果我們要做一個門框的話 我們可以用PushPool的工具 將這個框拉出 當然我們可以Exactly打 一個尺寸 譬如兩寸 把門框拉出兩寸 將門框拉出兩寸 我想將門做一個開啟的 情況 展現出來 我們Double Kick 門的Surface 然後呢 我們可以Write Kick 選擇 把門 開啟的門 開啟的門 這個時候我們想將門開啟 我們就要用一個 旋轉工具 Rotation Tool 留意 留意 Rotation Tool 當我Highlight 地下的時候 它是懂得 有一個藍色的顯示 如果我向長的時候 它就會變成綠色的顯示 我們其實是想將 這個Rotation Tool 鎖定藍色這個方位 令門是可以向 地下這個方位旋轉的 我們按着Shift Key 將它鎖定 左鍵 按左鍵 然後我們選定 原先的方向 再選定旋轉的方向 將門開啟 當然我們亦都可以將門加以厚度 譬如 我們可以 右鍵 滑鼠 Edit Group 將門的尺寸 加厚 那就畫了一道門 謝謝